大唐朝的开国工程确实善终的比较多 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都是从李世民善待工程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件事 的确李世民本身确实善待工程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 大唐的开国皇帝是李渊 而李渊后来被自己的儿子给逼下了台 这也间接地绑住了一部分工程 我们通常所说的唐朝工程 一般指的是李世民在643年设的林燕阁24工程 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 还有李渊定下的17位太元元盟工程 当然这两份工程名单中是有重合的部分 比如柴上 英开山 丈孙顺德等 太元元盟工程中 李世民 裴激和刘文静都给予了数二死的权利 不过这个东西能给你 自然也能收回来 大唐618年建国 而刘文静在619年就被李渊下令处死了 原因固然是因为刘文静在家中酒后咒麻裴激 更多的则是因为刘文静流脑了李渊 所以数二死在这个时候是不滚用的 让你死还是得死 裴激在高主朝的时候 想见了荣华富贵 到了太宗朝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战战兢兢不说 还时常被李世民说到 最后被疯人牵连丢而关回了老家 当李世民在想起裴激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我们知道 大唐建立之初 中原并没有平定下来 主要的平定工作 是在618年到624年之间做完的 而评判的主要统帅就是李世民 跟随在李世民身边的能臣武将 自然就都是唐叔的大功 臣 这些人在太平盛世怎么安排 尤其是武将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假旗 他们煎熬不逊 与朝廷格格不入 倘若在高祖朝内官的话 很可能大部分就都丢了脑袋 但是很幸运的是 他们都是在顶头上司 李世民手底下做事 如果李世民没有在626年 发动玄武门之便逼李渊下台的话 李渊还能继续做至少十年的皇帝 在这期间 这些武将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这样说并不是说李渊心胸狭窄容不得人 而这是说 这些武将和李渊知识绝尘关系 一旦犯错 李渊不可能姑息 而武将又是很容易在太平盛世犯错的 刺骨文臣武将就是相互看不顺眼 矛盾很多 就拿为直径的来说 他那样的人在高祖一朝的话 李渊怎么可能容忍他胡作非为 还动手打任成王李道宗 还被人说谋反 但是李世民继位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和这些文臣武将是有感情的 而且他是要这些人在朝中形成平衡势力 相互扯咒 为他所用 李世民在兵打仗了那么久 他完全能镇得住这些武将 而且他出本就是辅兵之为主 兵权全在皇帝手中 李世民完全不会担心武将会谋反 还有一点就是 李世民过去曾经看过汉书 知道他高祖和韩信等功臣之间的事情 他不愿意效仿刘邦邦 反而希望在他的统治期间 能给功臣们一个好的未来 并安下百年 当然 还是有功臣死在了李世民的手中 比如 穿多害死里程前造反的侯军吉 以及养了五百亿子的照亮 他们的被杀 皆因牵扯到益处的大势中来 李世民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有一点让人诟病的就是 魏征死后 李世民的前后态度对比太强烈 前一刻给魏征疲悲 后一刻因为怀疑魏征并非那么忠诚 就把墓碑给推倒 其余的功臣则大多数就是病死或者老死 第一功臣长孙无忌 则是被自己的外甥李世给弄死了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这些功臣后代的结局都不怎么好 虽然大多数都和皇家结亲 但是在高宗朝还是很多不得善中 长孙无忌律佳就不用说了 被李世折腾得几乎没了 高世年的后代也被波及 房徐林的三个儿子除了长死房一只被贬为数人 没出死之外 其余两次都被处死了 这是房移暗谋法案的处理结果 茶少和平杨昭公主的儿子柴令武也被牵扯进去 被处死 还有李世的孙子徐静叶启兵反对武则天 被杀后 武则天由不解气 就把李世给淘冠入尸了 顺登尸上 暴征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